为了深化同仁法律素养及反贪意识 华林市公所在13号下午特别举办豆腐中破塞 违法案例大回编反贪讲席 邀请到法务部连政署连政专员万小芳 介绍公务员各种类型的违法务实案件 并进行反汇选宣导 而市长韦家彦则协同正风处主任李珍怡出席聆听 期盼为公所同仁建立正确的法律认知 为了深耕同仁法律素养及反贪意识 华林市公所在13号下午特别举办豆腐中破塞 违法案例大会编反贪讲席 会中邀请到法务部连政署连政专员万小芳 亲自解说历年来公务员为师违法太阳 如贪赌泄密利益冲突连政伦理 行政中立等实务案例 并与公所同仁进行热烈讨论 借此深耕连政议事及守法观念 避免在执行公务时因一念之差导致意外处罚 那在这边嘉彦也跟我们所有同仁呼吁 在选举的这个期间 一定要保持行政中立 不管是有人送礼或是托付要支持哪一方 切勿不能参与选举的一个动作 在此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都能够行政的方向都能够透明年人 那也希望我们会朝向这个目标持续下去 魏家彦表示希望透过定期举办反贪讲席 有效帮助同仁厘清各项违法案例 而选举在即行政中立及依法行政 都是每位公务人员需要客尊的本分 期盼同仁都能杜绝不正当的利益诱惑 共同建构公部门不愿贪、不避贪、不能贪、不敢贪的文化 落实华联市公所清廉行政公开透明的施政目标 提供市民优质的便民服务 记者徐立晴、华联市报导